环球网军事1月23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21日报道,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表示,俄方任在9M729导弹问题上,持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但要求美国在宙斯顿系统问题上,持相同态度以示回应。 李亚布科夫表示,目前,美国尚未采取积极措施,解决中导条约相关问题。 此前,美方要求俄罗斯以销毁9729导弹,作为保留该条约的条件。 李亚布科夫在接受国际生活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愿意在9729导弹问题上,持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 这一点让美国感到不安。 我方向美方提供了有关该导弹的演示和介绍,绝没有愉悦条约本身的内容。 但同时,我方坚持美国应该采取实际行动,以消除我方对宙斯顿系统的担忧。 该系统已在罗马尼亚部署,也即将部署在波兰。 而美方还没有准备好采取任何一项措施。 李亚布科夫指出,莫斯科方面毫不怀疑,华盛顿,已经决定退出中道条约。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12月14日报道称。 中,政府向私营企业开放期充满熊的季之际。 天启一代的初创公司天移研究院Space City,就是投入其中的一家公司。 报道称,以巨型火箭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探测车,而文明的太空竞赛,正在缩小到一个卖圈盒子的大小。 这给杨峰这样的中国迁徙一代企业家打开了一个发射窗口。 杨峰的初创公司天移研究院,制造微型卫星。 然后将其发射到轨道上,提供飞机上的无线网络服务,或者将目光投向宇宙深处。 价格从约一六万美元起步。 36岁的首席执行官杨峰,在北京中科院移动大楼内的办公室里说, 卫星有很多目标群体市场。 我想在大型国企无法触及的领域,做地球低轨卫星。 中国正有一项私营企业开放航天产业。 促成本国企业01空间和蓝舰,与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索斯的类似努力相抗衡。 还在涌现一些不那么有名的小卫星制造企业。 他们生产安装在火箭头部的小卫星,有些还不到一。 4公斤,3磅,天仪研究院,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北京银和航天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定期把证。 向核数据收集设备送入轨道。 他们要在价值2690亿美元的全球卫星产业中,分得一杯羹。 随着中国开始挑战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微型卫星制造商。 这些努力,正在吸引技术巨头联想集团旗下风险投资基金,和小米创始人的重资资金。 位于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非盈利机构太空基金会的高级分析师约翰霍尔斯特说, 如果中国能把工业产能投入小型卫星,就像对待全球消费电子产品那样。 那么,它可能会在几年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小型卫星制造商。 随着中国政府释放更多的空间,国内一些大型企业,也在加入这一行列。 由北京九天微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阿里巴巴集团研制的一颗小型卫星发射升空。 为阿里巴巴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光棍节促销活动驻异臂之力。 腾讯控股则投资了阿甘廷卫星罗级公司Thetologic,这家在旧金山设有办事处的初创公司,想要建造提供高分辨率图像和分析的星座。 据太空基金会说,中国的太空项目,每年的预算为80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而军方和政府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据官媒报道,中国计划探索月球和火星,并建造自己的轨道空间站。 在2014年,中国政府允许私营企业进入航天领域,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包括可以生产尖端半导体、人工智能和小型卫星,有时叫立方体卫星的产业。 总部位于香港的轨道网关咨询公司创始人布莱恩·科西奥说,商业航天领域中,有大约60家中国公司。 科西奥说,在卫星设计和制造方面,中国仍然落后于美国和欧盟。 不过,这种情况也在迅速改变。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卫星工业协会说,去年全球卫星制造业的收入为155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0%。 电信、地球观测和科研等卫星服务,创造了1287亿美元的收入。 对于中国这个最大的互联网用户、智能手机购买者和电动汽车市场来说,这些服务至关重要。 预计5年内,中国还将将成为航天旅行的首要市场。 科西奥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将继续控制它认为,是其太空计划中最敏感的方面。 不过境地轨道仍有机会,极具地面高度80至2000公里的空间。 杨峰曾在以航空专业著称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读工程学,曾就职于能源和信息技术行业。 在2016创建了天仪研究院,它受到了美国商业航空产业发展的激励。 比如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星球实验室等卫星制造商,现在它想与它们竞争。 据其网站说,天仪研究院的投资者,包括联想集团学下专业投资机构军联资本,经纬中国和赛富基金等。 这家公司在湖南省有一家工厂。 杨峰说,公司估值约为1亿美元。 杨峰说,美国或许有比我们更好的公司。 但我三年前才进入这个领域,它的团队有时身穿飞行夹克,衣服上有纪念每次发射的灰标。 自2016年以来,天仪研究院已经为客户发射了十多颗卫星。 其中包括公司支持的航空无线网络提供商Laser Fleet,成都人工智能卫星制造商ADA Space,清华大学和中科院。 其服务内容包括携带清华科学家研究盖玛射线报的仪器,并有可能为保险公司提供地球影像,以分析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杨峰说,我不想仅仅是个制造商,我想建立自己的网络供别人使用。 我想成为一个平台。 它在宇宙中有很多竞争对手。 在深圳上市,市值约为10亿美元的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4月发射了5颗摇杆卫星。 试图建立一个为农业、交通和环境保护、提供数据的卫星群。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0年,为航空航天工业生产半导体。 报道援引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称,成立于2016年的银河航天公司,希望把数百颗卫星送入境地轨道,以提供全球5G覆盖。 这家公司投资者,包括小米公司创始人雷金支持的顺维资本、陈兴风险投资公司和IDG资本。 总部设在北京的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计划建造,由48颗卫星组成的天行者星座,用于航运、地震监测和成像。 该公司制造的一颗重45公斤的卫星,在去年发射升空。 他在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多个国家拥有合作伙伴,其中包括南非、在和德宇航负责全球业务发展的卡米布伦说,与5年前相比。 中国市场现在的开放程度要高得多,我们正在寻找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和国际伙伴。 编译王海坊,参加演习的印度海军舰队。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据印度时报网站,22日报道。 印度海军当天展开了规模最大的近岸海上防御演习。 严防恐怖分子,从海上渗透发动恐怖袭击。 报道称,这次名为海上首业的演习,沿着印度超过7500公里地海岸线和专属经继续展开,涉及印度全国13个沿海帮、联邦属地,以及沿海社区、渔业等海洋相关单位。 此外,该演习还得到了印度国防部、内政部、航运、石油和天然气、渔业、海关、帮政府以及其他中央和国家机构的大力协助。 印度海军发布的一份声明称,这是一次由海军组织的大型战区联合演习。 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海上警戒和联合演习,将覆盖整个海上安全领域演练科目,包括从和平过渡到战时开火。 报道称,